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给我离开这里 我不想灭人 他难道是一尊王道强者 从哪里冒出来的 李宗盛 今日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狂妄 独守多圣兵 是无上大能 快跑 可恶 他怎么找来如此强者 想跑 这下应该安全了 什么 天鹏的躯体可以增强修行 咱们可不能浪费了 小子 交给我们吧 这是院长闭关的场所 你来这里做什么 好可怕的道运 我要走了 再见了 小家伙 我很期待你的成长 对了 那个阴阳到底如何了 还不忘记你的宝宝 这是什么 这就是完整的阴阳杖 什么 原来我使用的阴阳杖 是残缺的 接下来 我要好好修炼 准备与五弟的一战了 这就是阴阳杖的第二步 阴阳生死轮盘 和五弟相约上午战神宫一战 马上到了 雷舟之行 该提上日常 道陵 还有二十多天 就是和五弟一战的日子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了三年 等的就是今日 我准备先去一趟雷神塔 最后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我这段时间 突破遇到瓶颈 雷舟之行 我随你一起去吧 道陵 加油 这一战 我看好你 好 各位长老放心 我们走了 这位御外天骄太强大了 我估计只有五弟和道 才能镇压他 太过分了 御外天骄的奴仆 守在雷神塔下 还打上了不少人 都让一让 让一让 这个雷珠是雷神的宝物 可惜和雷神塔 融合在一起了 不吃死活的东西 竟敢打扰我主人修行 你一个御外天骄的奴仆 竟敢在我们玄域撒影 找打 天哪 这个少年竟然一招就解决了雷哨 他不要命了 这可是御外天骄的奴仆 这里真是一个宝地 越往上 大道气息就越强 抓紧时间吧 听说这里有宝物 也不知是真是假 啊 这 竟然是雷结叶 我们上去看看吧 什么 竟然是雷池 可恶 没想到威力竟这么强大 收 啊 啊 臭小子 把杯叶给我留下 给我破 什么 这不可能 此人实力高深莫测 纠缠下去 怕逃不到便宜 六 我去第九层看看 那我们讨外见 好强的雷电 是金色雷池 竟然真有金色雷池 宝物 我来了 阴阳图物 拿来吧 不好 这拿到了七底 让我试试效果如何 这雷叶绝对是质宝 简直太强了 该出去了 该出去了 这一扇期待了好久 终于要开始了 小子 你终于出来了 本王还以为 你要临阵退缩呢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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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